臺灣要進入中葉 4.0 時代 嘉義將是一個不可拓卻的角色 而大鋪美經歷機械園區就是一個重要的基地 我必須要在座的企業家朋友說 各位真的還選擇地方 我相信每一個人的大鋪美 遠序看到處處都在新建的長方 各位都一樣感受到嘉義正主義的蓄勢待發的階段 現在大鋪美園區的第二期加起來 已經有超過100家的廠商的文化進駐 而且這些落腳在大鋪美的廠商 都是可以帶動一整個供應鏈的指標系 另外 前瞻計畫 已經納入嘉義市的車路高價化 而在嘉義縣的組織 代表我們想法現場的文化 文英雄水上鋪美高價化 中央也會提供興奮 先把綜合文化先做起來 有人認為中南部的人所怪異 建設只是放棄者 我們必須要嚴正地反駁這些道德唯一的說法 就是因為重啟自由跟民主問題 城鄉發展的落差 人口才會有事 我說過 一個國家的發展 要看鄉村 不是 只看東西 我們推出前瞻基礎建設最重要的目的之一 就是要讓臺灣的區域發展更均衡 讓住在一個地方的臺灣人 都可以過更高品質的生活 前瞻基礎建設的重點 不只是在建設的價格 更在於它對國家的價值 我們會全力以赴證明給大家看 我們希望自己能加一些 我們來相信 多做一些 謝謝